画展中心两个美女开心的拍照 就在刚准备好打算拍摄的时候 女孩竟意外发现石像正在渗血 美女慢慢靠近正打算伸手查看 一块带血的石块掉在了地上 在他们眼前的近视一举 被水泥包裹的尸体 警方接到报案迅速赶到了现场 警方通过勘察发现 死者被做成水泥雕像 尸体体表皮肤严重受损 无法进行现场检查 只能将雕像带回警局 利用工具切开水泥 看能不能得到较为完整的尸体 因为发现尸体时围观群众比较多 所以网络上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 凶手如此高调的作案手法 就是在挑衅警方 如今迫在眉睫的就是要尽快破案 以免造成恐慌 刑警纪凡在展厅里寻找线索 突然将目光锁定在了一幅油画上 画上明明画的是美女图 背景上却莫名其妙地出现了一座冰山 纪凡赶忙找来展会的负责人 询问有没有这幅画参展前的照片 负责人立刻从平板上找出了这幅画 发现原画上并没有冰山 纪凡下意识地伸手把画摸了一遍 果然画上的冰山 白色的颜料还没干透 很明显是刚画上去的 这么说来这个冰山是凶手后画上去的 而凶手真正的目的 就是让警方注意到这幅画 这幅画上一共有16个人 难道凶手留下的线索跟16有关 具体的关系在哪 还要将尸体带回警局进一步调查分析 很快法医就将水泥切开 得到了一具较为完整的尸体 经过尸检判断 死者是死于低温脱水 法医的话令女警十分不解 水泥是会发热的 死者在水泥里为什么会出现低温脱水呢 法医认为应该是 死者被做成雕像的时候还没有死 凶手是先将尸体冷冻起来 再将死者做成雕像 这种情况下死者才因为低温脱水 而慢慢死亡 水泥在凝固变硬的过程中会发热 从而和冰冻的死者产生温差 这样的温差导致尸体 从内部开始破裂出血 所以雕像才会不断地往外冒险 因为冰冻会延迟死亡症状 所以不能具体估算出死者的死亡时间 保守估计是在 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之间 纪凡从解剖台上看到 许多被拆解下来的水泥布 而这些水泥布 都是工地上最常见的材料 凶手是先用水泥布将尸体包裹起来 然后再护上水泥的 于是警方决定先排查室内的所有工地 看是否能找到什么有用线索 与此同时检验科有了新的发现 在那幅冰山画上发现了几根狗毛 初步判断这是从凶手的画笔上 不小心脱落的 也就是说凶手的画笔是用狗毛制作的 只要判断出狗毛属于哪种狗 就能根据线索找到凶手 可这一想法瞬间被计反否定 要知道整个市里的狗 没有个百八十万也有几十万 这个想法无异于大海捞针 无奈警方只好从工地入手 但一连排查了十个工地 都没有任何发现 就在排查最后一个时 终于找到了死者相关的信息 据工地的负责人所说 一位名叫唐卫东的同事 因为之前盖的楼 他放了被牵连到 最近好像是出去避祸去了 一直没见到过人影 听了负责人的话 警员当即拿出了死者还原出的画像 负责人一眼就认出了 画像上的人正是失踪的唐卫东 此时的纪凡产生了疑惑 假设凶手是在工地将尸体处理成雕像的 那么凶手是怎么把尸体运到掌管的 想到这里纪凡赶忙找人 去调查车辆的进出登记信息 果然在其中发现了端倪 其中有个送菜的车辆很有嫌疑 司机小涛开着冷藏车在凌晨三点左右 进出过工地 根据这一线索 警方当即找到了小涛所在的菜市场 哪知这小涛 也不知道是做贼心虚还是什么 见到警员拔腿就跑 好在警员反应迅速 不久后成功抓住了逃跑的小涛 面对询问小涛慌忙解释 自己逃跑是以为他们是工地上的人 之前为了讨好唐卫东 他经常偷偷地帮唐卫东 将工地的材料运出来倒卖 他害怕工地的人找他算账 所以他才想都没想就逃跑了 随后纪凡询问小涛 今天从工地离开时有没有运过东西 小涛表示今天他曾按唐卫东的要求 将一个木箱运到展览馆 具体箱子里是什么东西他也不知道 按理说当时唐卫东已经遇害 那么唐卫东是怎么打的电话 又为什么会打电话运送自己呢 纪凡认为电话一定是凶手打的 警方本想通过电话调查凶手信息 可纪凡却认为凶手既然这么做 一定已经销毁了证据 完全不怕警方的调查 不管结果怎么样 警方还是调取了死者的通话记录 发现昨晚凌晨一点左右 唐卫东接到过一个陌生电话 这个电话经调查属于网络电话 追踪IP还需要时间 而唐卫东的手机 目前为止还是没有被找到 由此基本可以确定 凶手是约他见面后利用唐卫东的手机 将唐卫东的尸体运到了展览馆 最后将手机销毁 根据手机信号最后一次出现的地点 可以判断工地很有可能 就是凶案的第一现场 而工地凌晨会对地基进行交流 这样的话案发现场的痕迹就会被掩埃 这么看来凶手对死者是了如指掌 随后纪凡经过认真的研究资料后 也确定了凶手留下的数字含义 按照我们目前掌握的资料来分析 凶手喜欢用18层地狱的理论 第8层地狱是冰山地狱 惩罚不仁不义之人 而第16层地狱是火山地狱 凶手用对应的方式杀人惩罚死者 然后用数字做死亡预告 因为之前地铁站也曾出现过 类似的案件凶手也是留下了数字吧 用来预告这次的死亡 这么来说这两起案件都是同一人所为 第一次死者是被割灭而死 惩罚的是不仁不义之人 而第一个死者 凌勇就是个不仁不义的赌徒 之后凶手留下的八代表冰山地狱 所以后来唐卫东被冰冻导致脱水致死 这里惩罚的是弑林弱之人 从这些迹象都能说明 凶手是在用18层地狱 惩罚自己认为该杀的人 然后用数字来做死亡预告 唐卫东死在展览馆 林勇死在人流密集的地铁站 这都说明了凶手是故意引起公众诸物 以此来传达他所谓的惩罚理念 所以凶手肯定不会就死罢手 最后一次凶手杀人留下的数字是16 对应的是火山地狱 也就是说凶手下一个目标 肯定就是迅思舞弊或者行贿受禄的人 随后纪凡还对凶手做了测写 凶手年龄不超过35岁 受过高等教育精神世界丰富 奉行的是自己的信仰和世界观 性格孤僻内敛缺乏安全感 应该是自己或者自己的亲人 遭受过不公正的带领 所以才有了一系列的报复行为 为了避免引起公众恐慌 警方决定成立专案组 全市警力通力配合 尽快侦破此案 随后警方对死者唐卫东展开调查 发现12年前 他曾经是一起性侵案的嫌疑员 而林勇就是他的下属 很快警方根据这一线索 找到了一个叫强子的人 果然不出所料的 男人见到警察又是撒鸭子就跑了 女警拼命追赶 正愁找不到人的时候 强子从背后冲出来袭击了女警 关键时刻幸亏即凡及时赶到 两人轻而易举拿下了强子 并将强子带回家 媳妇张贵方见到这一情形 顾尤芬说的对着强子就是一顿打骂 张贵方其实就是 当年唐卫东侵犯过的人 当年他在唐卫东手下做秘书 唐卫东明知道他结婚了 还是对他动手动脚 张贵方不堪忍受就告诉了强子 得知媳妇被欺负 强子跑到公司大闹 当晚林勇就带人把强子打进了医院 在医院休养半年后工作也丢了 整个人都颓废了 成天游手好闲不是喝酒就是打麻将 回到警局后继凡重新疏离了 唐卫东和林勇的社会关系 发现他们很早就有过交集 89年到90年林勇在工地干活 当时的老板就是唐卫东 女警马上让警员查找出90年的重大新闻 果然在报纸上找到了一则 女工坠楼案的信息 当时的女孩只有23岁 既然是刑事案件 那么档案室一定有存档记录 于是继凡来到档案室 找女工坠楼案的卷宗 记录显示这是一场凶杀案 受害人叫李倩 当纪凡提出要戒掉案件的详细资料时 却被告知资料已经被肖局长取走了 晚上同事们都在为肖局长提前退休庆祝 而他却在接到一个电话后变了脸色 匆匆找了个借口 就拦了一辆出租车离开了 纪凡紧跟其后追了上去 可肖局长这种级别的老狐狸 怎么会被纪凡盯了烧 他先是让司机右拐 在一个红灯处停了下来 直到红灯变绿 他依然不足 直到绿灯仅剩一秒 他突然加速冲了出去 而身后的纪凡只能再次等红绿灯 就这样肖局轻易地甩下了纪凡 回到家里的肖局长 在一面贴满了各种资料的墙面前站地 看着上面密密麻麻的照片 从中找到了唐卫东的照片 在上面划了个血红的叉 这意味着唐卫东也已经被除掉 难道这些案件都和肖局长有关吗 最后肖局长看着一个叫绕影的照片 双手不停地颤抖起来 这是不是意味着 下一个死亡的就是绕影呢 局长会不会就是大家苦苦寻找的凶手呢 本期故事到此结束 点赞加关注下集更精彩 散布 赞加关注下集更精彩